好 我们继续来介绍微蓝贝斯伸缩Switch 好 这个也是我们费了很长时间来研究的 什么叫做微蓝贝斯伸缩Switch 就是这个勾 就这个 微蓝贝斯伸缩Switch 这个勾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表 我们自己做了一个表 也有它的英文原文 英文原文说的感觉不是人话 所以说我就给你翻译成为人话 大概是什么意思 我们看看这个表其实会比较靠谱一些 比如说 首先我分为 连接模式和独立模式 请注意 独立模式是控制器不可达 控制器不可达 不等于说3A不可达 反复在说这个问题 3A有可能是可达的 好 连接模式 控制器上微蓝10微蓝20 AP上 本地 20和30 如果说你这个时候 通过radios 来授权了微蓝10 你的W蓝请注意 我们全部关联的deadnet W蓝全部关联deadnet 如果说你授权 授权微蓝10 那你想想这个流量 AP本地是没有的 那这个时候这个微蓝10只会送到中心 由中心来转发 所以这叫中心认证中心转发 可以解 好 如果说 你radios授权了20 20AP本地是有这个微蓝的 那相当于就是 用20来转发 是中心认证本地转发 如果说你授权了30 30也是本地有这个微蓝的 那么这个时候也是中心认证本地转发 如果说你授权了50 50AP本地没有这个 50 那它就会 送到这个微蓝关联的这个微蓝下面去 deadnet OK 它是通不了 但是它依然叫中心认证中心转发 你会感觉一下效果 好 然后如果说你不授权微蓝 不授权微蓝也会到这个deadnet OK 依然叫中心认证 但它是专队也通不了 但是中心认证本地转发 以后我们可以认证看一下 OK 好 独立模式我说一下 独立模式相当于控制器不可达 但是radios还是要可达的 radios依然可达 独立模式 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授权微蓝 如果说你授权微蓝30 那肯定是 就本地转发了 如果说你授权微蓝50 依然是这个 deadnet 不授权也是deadnet 都不同 都是中心认证本地转发 好 这个我们可以 感受一下 这个微蓝-based伸出数学型比较好玩的地方在于 那么 以前的思路是 只要你勾了这个local数学型就全部都本地 全部都本地 如果你不勾就全部都中心 但是如果说你勾了这个微蓝-based伸出数学型 那就是 如果说本地有 那 本地转发 如果说本地没有中心有 中心转发 如果说 你来了一个中心和本地全部都没有 那肯定就完蛋了 OK 如果说你不授权 那就 就到这个W-line所关联的这个微蓝下面去 大家理解吗 有了这个fisher之后就可以实现 一部分中心一部分本地 内随这样的效果 好 下面这个文档基本上也就是 你看我把这些 相应的每一句话跟我上面的每一行做了一个对应 我们可以简单测一下 激活这个功劳 微蓝-based central switch 好我们授权微蓝10 这是中心才有的微蓝 我们授权微蓝10 deadnet 然后 flatconnect 然后微蓝-based central switch OK 好这个时候我们再看一下本地 反复确定一下 怎么了 你不好意思啊 刚才您好像网络的问题断了一下 然后我看很多与会者三线反馈说连接比较差 但是刚刚断的时间大家也都失去 现在应该是 应该是OK了 如果大家没有没听到的那一块 如果要评论的话就麻烦大家 待会儿可以 在角度结束以后看一下那个视频 不好意思 行行可能是抖了一下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再看一下反复的要关注一下本地的微蓝 本地这儿没有微蓝 这儿也没有微蓝 就是本地相当于是本地没有微蓝的 OK 当然我可以在本地创建 20和30 反正本本地是肯定没有微蓝死的 OK 本地是肯定没有微蓝死的 然后呢 Wlan这个地方映射的是deadnet OK 然后呢 3A呢给他授权了微蓝死 这应该是微蓝死 然后来看一下这个就应该会送到中心了 就满足我的图表当中的第1条 授权了一个微蓝本地没有 中心却有 但是呢我没有我没有激活了微蓝被子生抽 那微蓝死就会送到中心去转发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测试有没有问题 首先是微蓝死的没有问题 首先是微蓝死的没有问题 然后拼一下10.1.1.28514 这是可以通的 好然后看一下是不是所谓的这个 中心认证中心转发是可以看到的 这叫做 中心认证中心转发 是吧 再看一下我的效果就是说 你授权微蓝本地没有中心有 那又激活了微蓝被子生抽水去 那他就到中心去了 好我们再来一个 我们授权一个微蓝20 这个啥效果呢 是本地有 可以看一下 本地是有微蓝20的 好你看到20了吧 OK也可以通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叫做中心认证本地转发 你看叫中心认证 中心认证本地转发 OK 那就相当于刚才我们展示了这个第2个 但是第3个没有什么可展示的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来个50 不存在 我们来个不存在的 这个当然又通不了了 这个当然又通不了了 他会给你送到deadnet 然后呢但是你会发现的中心认证中心转发 就是说呢送到中心的中心也没有了又转发不了 但是你会发现他他确实是一个中心认证中心转发 OK 当然这个应该不通 没法通 OK 如果说你不授权微蓝 如果说你不授权微蓝 也通不了 因为你依然到了deadnet999 但是这个 其实是中心认证本地转发 你可以看一下 这叫中心认证本地转发 OK 好 基本上我觉得这个都给测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了解一下独立模式 独立模式 独立模式这么回事啊 独立模式radius还是要通的 独立模式radius还是要通的 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独立模式 刚才前面那些测完了啊 下面独立模式呢我们最好能够 为我们的AP配一个IP地址 因为他一会儿跟3A进行通讯了 IP地址配了 进他IP地址 为AP配了进他IP地址 OK 然后紧接着呢你为他配他的3A服务器 3A服务器 好这个我也做了 然后3A那边我们也添加了这个AP 1 授权我不用再做一个额外的授权因为 他们的名字都叫做QYT下发现flag flag 开头的 我们给他授权 来授权怎么来 我们授权一个微蓝30 它存在的 本地存在 我们来看一下独立模式的效果 我来解释一下啊 现在呢 我们要把 控制器给干掉 控制器 不在了 过一会儿他就会切到独立模式 然后切到独立模式之后呢 他又配置了现在控制器已经没洗了 他又配置了相应的这个 3A 这个时候他会直接独立的去 联系3A 然后3A呢又给他授权 授权微蓝30 微蓝30呢这个AP本地也有 所以说微蓝30是可以走的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来 看看啊 把它切成独立模式 这个时候呢我们只需要把控制器的接口给干掉 我们控制器接到了 G0-1 这是我们的AP 你只要连一下来更快的让他做一个切换 他等一会儿 他才发现啊我的这个控制器已经完蛋了我要切换到这个 独立模式 然后独立模式呢他就发现我还有radius 那我自己去找radius radius说行啊我给授权 他给授权微蓝30 AP看微蓝30我还有那就可以让客户走了 等会儿啊这个要稍等会儿他要发现他自己出现了问题 你看这个跟控制器其实已经不同了 好你看一下 已经切换到了独立模式看到了吗 切换到了独立模式 完全没问题 OK 就你过来 那么同样给你相应的授权没问题 好 这是授权微蓝30 当然如果说在独立模式里授权那些 不授权 或者说微蓝50 这种不存在的话依然通不了 你如果不授权 或者授权微蓝 一个不存在的微蓝依然是deadnet依然通不了 但是在独立模式这种情况下 你授权了一个本地存在的微蓝 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你看这是依然是靠谱 独立模式 好基本上这就是我们的微蓝被子生抽switch 基本上讲差不多了 看一下独立模式完全好使 但我也解释一下独立模式 独立模式依然是 Touch连接的radius OK我们用的认证方案 我们现在要聊聊认证方案 因为一会儿要切认证方案了 我们用的认证方案依然是第一种认证方案 其实没有起本地认证的 我们用的认证方案依然是用的 控制器的radius 它完了 我们刚才是primary 对吧 当然你还给了个secondary 我就没有测了 刚才至少切了这两个 一会儿我们会激活本地认证 本地认证的话控制器是 不需要的 我们直接联系这个primary 然后再联系secondary 然后不行在本地 就是说现在我这种情况下 如果说我的ISC挂了 那就挂了 那就通不了 OK 当然 你要房子这些所有的都挂的情况下 本地还能备份的话 你可以选择本地认证这个方案 一会儿我们会讲 现在我们还是方案一 方案一还是不支持本地认证 本地用户密码 AP本地的用户密码来做的 这还支持不了的 好这个 微蓝贝子伸出switch 基本上我们算讲的差不多了 好 这个讲完我们来讲 Flag Flag Connect